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边的呢 要长这个钩的指向 指向它的末端 叫鸟子四胸 就像小鸟一样 再收拎它自己的羽毛一样 指向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呢 要出来一点点 这个点 这个树点就像这个点如高空距死 像炸这个房子一样 它从上面录下来 有一种那种又穿又没有穿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地方稍微录出来了一点点 好 我们呢 一起来学写一下这个宝个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笔 顿笔向上点一下之后 再向左边走 这样的 这个点向左边走 然后在它齐笔的对面写这里 注意 注意这个地方的距离 要把握的近一点 好 然后顿笔的之后 向上走 变细 转折之前的变细 指向它的这个末端 我们来写一个带有宝盖头的字 比方说我们来写写一下这个手 在这边看一下 这个横沟 这个地方要成一个弯线 它不是直的 写正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这个输写正 外方内缘点在这个地方 收紧 整体要收紧 是这样的 上方的这个宝盖头 把下巴基本上给照住了 下巴基本上照住了 这个横的齐笔和这个横的齐笔 基本上在一条肩上面 这个横呢 稍微向左边走来一点点 也是可以 但是右边这个地方不能太长的 在它这个地方收笔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手字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 两个横 康间 这个树的齐笔不是在中间 在中间偏右 如果说这个宝 这个手字 也在它的中间齐笔的话 那么这个字就像左边偏的 它的中心就像左了 但是它的中间偏右一点点齐笔 那么这个字就是一个正的 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